你怎么来了 梅阳 你怎么来了 你这脸怎么了 不是 梅阳 我跟那个 我跟人投资做生意出了点问题 人家现在告我诈骗 搞不好我还得进监狱 所以我找你帮帮忙 找我帮什么忙 那你就别做了呀 把钱给你退回去 不是 我有可能也是被人骗了心的 我那合伙人们压根找不着啊 你借了多少啊 我借五十万 不 一百万 那么多 我没办法 怎么办怎么办 不是 你手头上有钱吗 你有钱 你借我 我哪有这么多钱啊 瞎弄 做什么生意 根本不是那篇料 你每天瞎着 不是 不是 梅阳 你这次要是不帮我 我就真的完蛋了 梅阳 这咱回头咱目的 有个诈骗犯的爹 他一辈子抬不起头来 他一辈子被人笑话 我可以坐牢没关系 但是我对不起我们儿子啊 梅阳 你帮我一回 好不好 我到哪儿给你那么多钱呀 我到哪儿弄去啊 其实办法我倒是有一个的 什么办法 你说 你坐这儿跟你说 别碰我 我妈那不是有个老房子 她不是把房子卖了吗 所以她那儿有钱 你让我帮你骗你妈的钱 不是 这不是没办法吗 你是不是有毛病啊 夏凡 那是你妈的养老钱 这你也骗啊 那 那所以你是不帮我是吗 我帮不了你 那你把欠我的钱还给我 你有毛病吧 我欠你什么钱啊 离婚的钱 离婚的钱你没给轻呢 离婚的钱我不都给你了吗 我告诉你我算过了 按现在的市值 你住这个房子价值七百万 这是咱俩婚的财产 所以离婚的话 你就要给我一半 三百五十万 对吧 上次你给了我两百万 你还差我一百五十万 那我看在咱们俩 这么多年交情的份上 我给你打个折 一百万 你给我吧 胡乱 我告诉你啊 别人给我十天 我给你一周 你必须给我 同志们 我给大家买了好吃的 快来吃饭 来呀 你们都弄着干吗呢 段大小姐 这不太好吧 有什么不好的呀 你们都为了我的项目 辛苦那么久了 我犒劳你们是应该的 快来呀 以后我们还要合作呢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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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呢 咱们创意部的好日子 要来了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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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那么有眼力见啊 这是给你吃的吗 我不吃 我就看看 联系 联系 我这个很多事啊我跟你说 小妖精啊 亲自上门服务了 收买员工 犒劳大叔 看着就让人羡慕嫉妒很 来 这给你 瘦丝来了 来 大叔啊 给你买的好吃的 谢谢 跟他们的都不一样 真的啊 可是我们创意部一向是 有富同向有嫩同当 你们在吃什么呢 这个一起来一起来 分了吧 谢谢 老大 这么多东西啊 来来来来 你们得吃点啊 大妈 大妈 你回来了 乖不乖 有没有听奶奶的话 我可听话了 妈 快坐 累坏了吧 还好 美啊 既然你回来了 那你就给夏凡也打个电话 让她赶紧回来 咱们一家人吃个饭 夏凡她出差了 又出差了 你看你俩这日子过得 面都碰不上 美杨啊 这事也重要 日子也得过呀 好 儿子 你先进去 妈跟奶奶说会话 行 乖啊 我说 这什么话呀 还要背着孩子 妈 您卖房子钱都带着了吧 带来了呀 夏凡这两天给您打电话了吗 她打电话了 说明天回来 妈 钱您自己要放好 别随便乱放 也别给别人 知道吗 知道了 有情况吗 没有 没有 对了 晚上呢 我有点事就不在家吃了 您跟穆迪在家吃 我出去一下 又走了 辛苦了 妈 好了 我们到过桂拉乐园 我心满意足了 遇到了吗 知道知道 我都听了 全听明白了 就我都听了一百多遍了 我都听了一百多遍了 干净了 干净了 对对对 放心 放心 这水里是大的问题 我一定给你们解决好 睡好觉 睡好觉 回去 别送了 别送了 晚上可以啊 这边破事啊 这边破事啊 大老远给我耗过来你说 这自己解决不就完了吗 这 你 你是她前妻 对 你这样替她还钱是吧 还什么钱 我是嘴多让她们打 行了 行了 对 钱我替她还 那把钱拿来吧 我现在没有 你宽限我几天行吗 我凭什么信你啊 你可以不信我 但她是我孩子的亲爸爸 就算为我儿子 我也会还钱的 像她这种人 你还愿意帮她 你再给我几天吧 钱凑齐了我让她联系你 行 我信你 我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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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杨 你出事前怎么弄啊 你自己说怎么弄 不是 这 你看见了 那俩打手多凶啊 你 你帮帮我行不行 你可怜我一次好吗 我帮不了你 你要是帮不了我 那我这大牢我顿定了 我要是坐牢了 那我们儿子怎么办呀 我们儿子这么小 他都就没有爸爸了 那太可怜了吧我儿子 这小孩要是没有爸爸从小 那不得受人欺负呀 那以后长大了成问题少年 跟我一样进监狱怎么 你够了 夏凡 是人吗 你说这话 你还有什么办法 你说 其实办法我觉得有一个啊 你别跟我说用你妈的钱啊 不是 就是刚才女的韩丽雅 她老爸的印刷涨 是靠PEA级的业务活的 所以你找到张洪欣 跟那老头子打个招呼 他们就不找我麻烦了呀 你跟张洪欣说一声呗 她会帮你这个忙的 夏凡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 就是认识了你 我求你了 你干嘛 好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看 美人 怎么了 又出什么事了 你在哪儿啊 我找你有点事 见人完了 那我现在过去找你好吗 办公室找我吧 我这就回去啊 好 你好 请问一下 那个叫关北洋的病人 你知道他去哪儿吗 他前天已经出院了 出院了 对 谢谢您啊 不客气 怎么了 电话里不能说呀 等他啊 好 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不是 东西把鞋脱 我这脚磨死了 好 借钱 行 等会儿 不是这意思 你能把所有的钱借我吗 你要那么多钱干吗呀 你出什么事了 你别问了 反正我真的很需要钱 你这么多年 从来没跟我借过钱 那那个 我明天给你取 那个我扛上钱 我取的都给你 谢谢啊 欢欢 我有钱了赶紧还你啊 行 行 行了 你别着急了啊 照顾好自己 行不行 慢点开车啊 走了啊 千万慢点别着急 你怎么来了 你看我在下面啊 你看我在下面啊 我就是来问你 我刚从医院出来 他们说美洋出院了 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他有来找你吗 他刚才来找我借钱 找你借钱 借多少钱 他为什么要借钱 他 他没说我也不好问啊 反正就特别着急 那他还有说点别的什么吗 没有 他最近好像老躲着狂 我打他手机他也不接 没事 那先这样吧 好 你别着急啊 谢谢啊 慢点开车 拜拜 拜拜 喂 老定 我跟那老韩啊 刚吃了个饭 有点事 必须跟你聊聊 知道了 那夏凡 你记得吗 韩山导的女婿 女什么婿啊 你不知道 那管美洋的前夫啊 就说什么事吧 你这 你 行 我跟你说啊 还是前天晚上 我那租户啊 说我那房露水 帮我叫我去了 他特别讨厌 每次都这样 有点小事就帮我叫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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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重点 说重点 就这个夏凡 他欠了这韩山导的女儿 一大笔钱啊 人女儿带了一帮人 就围殴他要 我 这个时候 关美洋出现了 还解了围 怎么解的围啊 说他替他把钱还上 然后呢 然后什么呢 然后 然后我就看我 我这傻兄弟 怎么 怎么办啊 那我就给老韩打了电话呗 跟他喝喝酒 套着他的话呗 特别奇怪 你说关美洋 眼神不太好是怎么着的 怎么当年会嫁给这种人 你就留点口德吧 谁年轻的时候没有犯过错误 那杨俊不也嫁给你了吗 真有口德 我谢谢你 你说吧 你认为怎么办 我怎么知道怎么办 美洋也没跟我说 你得等人提呢是吧 我忘了 你这真有钱啊 你把账结了 我也没说提他还啊 丁长江 你今天不对啊 你这是要干吗呢 不是 你知道知道我要干吗啊 钱 是不是又有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你以前对我那么好 是不是 老给我服务 今天我也给你服务服 免费的啊 真好 真爽 你说那个 张红星跟关美洋谈恋爱 那关美洋把钱都贴给他前夫了 张红星也能忍呢 他是够奇怪 还想帮人还钱呢 那会不会是关美洋和他前夫 使得欣人跳呢 你说这个倒真是有可能 我觉得你应该提醒一下张红星 让他千万留个心眼 别到时候弄来弄去 弄得人才两空 你说呢 关美洋啊 也是庙上混的人啊 应该也不至于吧 你可不知道 这女人要是狠起来 杀人都不眨眼 喝 杀人都出来了 够失恼啊 真的 我真觉得你应该提醒一下 那个张红星 你看吧 他在批评机里边 你们俩出得也不错 你也特别看好他 你总不能眼看着他 往火坑里跳吧 对啊 人家是 人家是 要是正往火坑里跳 我可以拦 那人要是往 温柔坑里跳 我这也是拦你啊 你看 我说你不行就不行吧 你看 你看 全是不坏的 我 我就说 你擦了擦了 我擦了 小杨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我原那是怎么样了 我帮不了你啊 不是 张红星他不愿意 听我说一句话吗 他一句话用你搞定了 我没办法去跟他说 我帮不了你 干吗呀 梅杨我求你了 你帮我们这一会儿好不好 你起来干吗 不是 你帮我跟他说一句就行了 我说不了下巴 不是 梅杨 之前我千错万错 这个事你得帮我 你不帮我 你小子是在学校呀 那你帮我一下行不行 我帮不了你 你快起来吧 这事除了你能帮我 还有谁能帮我 下巴你帮我一下 我求你了行不行 我真是 老师再见 再见啊快进 爸爸 爸爸你来了 爸爸 弟弟啊 爸爸给你收拾 爸爸可能要出他远门 可能天球都回不来的 下巴 你 你走了咱回家了 爸爸 不 老婆爸爸在一起 这次爸爸惹得麻烦 妈妈要是不帮妈妈的话 爸爸可能就回不来了 但是你要听话好吗 你在家里你要听妈妈的话 你还要照顾好自己 爸爸会想你的 你也要想爸爸好吗 妈妈 你就帮帮爸爸吧 我喜欢和爸爸在一起 你帮帮他 你就帮帮他吧 我一回好吗 我求你了 好吗 我求姓她 先走了 或者我们安全联合 有啊 我 methods 你要找你 advisors 喂 洪欣 喂 北洋 你在哪儿 我有点事怎么跟你聊一下 我现在有事不方便 好 你好 你好 您是买房还是租房啊 我去住这小区六号楼 我想问问现在房子卖得快吗 您是卖房啊 来来 请这边 好 我先了解一下您的具体情况 来 欢小姐 你就放心吧 你这房子 我一定给你卖个好价钱 好 谢谢啊 那随时联系 好的 再见 喂 洪欣啊 我记得前一天 你跟我提过一个 叫关美洋的女士是吧 是你朋友是吧 她怎么现在 在我这儿卖房子 是吗 我不太清楚啊 要不我一会儿去你那儿一趟 行 谢谢啊 爸爸 下午去海边吧 我还想放风筝 你还想去啊 要不赶天吧 我今天刚好有点事 我得出去一趟 骗子 说的都陪着我 那几天要翻脸 不是你个大骗子 我可以 你是不是 不懂 我还是有点 你也想不想找我 我可以帮你 要看我 我特别的 骗子 我把你帮帮你 我拿出来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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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丫头 都封去 真的 谢谢啊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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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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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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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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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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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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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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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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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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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2 我们的进度是这样 我们找了一个心理学的团队 在论证所有游戏的可行性 至于游乐设施的顾问 会在下个阶段更近 这个工作要抓紧 尽快给我一份 具体实施的时间表 好的 美卡 我觉得段正芳那边的偏好 和想法我们还是要遵循和尊重的 跟客户打交道不是你的强项吗 你有什么好办法 经过我多方的努力和协商 段正芳同意 今天晚上在她家请吃饭 我知道她愿吃鱼 我就说搞一个全鱼宴吧 投其所好 行啊 那就咱们一块去呗 去她家 我就不去了 拍拍 你们一起去吧 行 空这时候去不太好吧 咱是不是应该带点上好的鱼彩啊 食材啊什么的 你就看着办吧 那个 给个额度吧 海鲜市场现在买东西没发票啊 在家吃饭能花多少钱啊 你去买 买完了你拿来给我签个字就行了 好嘞 我安排 老丁 为什么你要为了一个几百块钱的鱼 这么认真地跟威卡讨论 真傻假傻 你一点儿不理解我画里的深层含义吗 怎么就深层了 你给我提点 提点 这段正芳请咱俩吃饭没叫威卡 这种事你能约过他办吗 那你可以直接跟他说呀 他也不是一个小心眼的人 他应该不会计较 是啊 威卡本人可能不计较 但你背不住有人 是吧 在底下搅和事 通过个话头把他挑开了 以防按钻 那如果是段正芳请的是咱们两个 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呢 要这么拐弯抹抢的 我 我就直接告诉你 人家段正芳请的是我 我汇报工作 给了威卡 那威卡分配工作就到你头上了 就 就这个 就这个圈圈 那你为什么要纠结那个鱼呢 你不怕威卡认为你又贪心又小气 你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啊 这个历史上啊 很多这个奸臣贼党的 他这个皇帝是真傻 不知道吗 你为什么不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这什么理解啊 你 你 你去慢慢去体会啊 你看啊 臣子有私心 皇帝才能控制他 我刚才就是故意买了个破绽 还用我收钱吗 那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 我刚才就说最后一个问题了 你已经忘了 那是非得是当 能不下来 你为什么要进我办公室 大哥 聊聊我吧 用猫柄 来了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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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可算是来了 我爸爸都等高级了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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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还带上东西了 说好全于宴呢嘛 我们也凑个热闹 不是就买什么台湾的乌鱼是吧 日本的 浙罗威 俄罗斯大马哈法人 消消 咱们今天有口福了 我们行 这就靠你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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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行 行 我搭我手 你看关炳扬那事 我昨晚又想了一遍啊 就不算 他不会缴钱 但是他把自己的钱呢 都给了别的男人 一分钱都不剩 还带着孩子家伙来 你说这不明摆着 要吃你的喝你的用心吗 你怎么会突然想到 在段总家说到 关炳扬的事 这事迫在眉睫啊 哪有这样的 跟自己的前夫 毋断私恋 不明不白的 听着都变态 关键就是 最可怕的 我觉得他俩会不会联手 射套坑你啊 去去去去 人家没那心思 就傻吧你 你自己好好想想嘛 就上个厕所 懒得离你 不是 关键就是 关键是这段小小 比那个完美洋枪多了 人家有年轻票 身材好 孤立尽快还有聪明 关键是人有钱呀 钱呀大哥 行行行 够了没 够什么够了 我奇怪了 怎么就看上你这个 离了婚的中年大爷了 这 真意思 我看出来了 你就根本没想帮忙 进到这儿收钱有的没的 去去去 该干嘛 干嘛去 好好好 我拿你拿吧 中言逆耳 保持动作 老师 大叔 这么丰盛啊 大叔 你做饭的时候还挺性感的 是吧 多谢花奖 饿了吧 马上就给你吃了 大叔 你什么时候能单独给我做顿饭吃啊 其实我做饭还挺一般的 没那么好吃 我就会做鱼 怎么样 饭好了 好了啊 上回吃完之后意犹未尽吧 我照着你的方法做 可是做不出来啊 爸 你好好学这吧 啊 肯定是比例有问题 我看不是 这是人的问题啊 哈哈哈哈哈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干吗让我做劲 我不是你病人 我做好了 我告诉你 我现在看你病得不轻 好了 谁招你了 我问过张红兴了 他也不知道你到处借钱的事 你到底怎么了 为什么瞒着我们 说呀 我借钱是为了替夏凡还债 什么 你脑子有病吧 你帮他还债 你看看 说说你就急吧 这事你别多问了好吗 我已经决定了 别再问了 坐好了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张红兴啊 我怎么告诉他呀 我跟他说我借钱替钱付还债 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我跟你说啊 你好好顺顺你脑子 张红兴特别地关心你 我知道 我什么意思 喂 关小姐 你好 我是中介的老许 你好 有客户啊 要买您的房子 您有时间过来 把合同签了吗 真的 太好了 行行 我马上过去啊 好 再见 什么呀 我先有点急事 我先走了 亲爱的 别生气了啊 别 别生气了 我先过去办点事啊 行了 我到时候找我朋友 帮你想想办法吧 好了 不用了 我钱都凑好了 走了啊 拜拜